这是一只价值三千万的小猫咪 只因当地黑猫被视为不祥之物 主人就把它送给有爱心的孤寡老人 当老爷爷看到小猫咪的那一刻 他却犹豫了 但看着小黑猫那可怜巴巴的小眼睛时 老爷爷还是心软地将它收留下来 毕竟自己这辈子也从来都没有幸运过 殊不知这个让人是做不祥的小黑猫 将彻底改变老爷爷的一生 原本的刚刚变红的路灯 只因为小黑猫的一声乱叫 红灯立马变成了长通无阻的绿灯 这是老爷爷这辈子第一次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更多的惊喜就好像排满长队一样在等着他 这时的小黑猫再次叫了一声 一把雨伞刚好飞到了老爷爷的门前 原本他还在为此好奇 而下一秒天空就下起了磅礴大海 老爷爷拿着雨伞抱着黑猫赶紧朝着家里退去 却不料家里的电梯居然正在维修 老爷爷刚准备爬楼梯时 小黑猫看着前方突然叫了一声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电梯居然刚好被维修人员修好了 直到这时老爷爷才意识到这是一直能给人带来幸运的小黑猫 当他回家时发现了隔壁搬来了一对新邻居 他们小两口还热情地给老爷爷打了招呼 老爷爷帮这个小家伙找了个盒子当睡床 可这时的小黑猫再次叫了一声 老爷爷抱起小猫仔细一看 报纸上写着今天的幸运彩票有机会能洗涤三千万 难道这就是上天的恩赐吗 老爷爷爷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抱着小黑猫准备去买张彩票试试运气 可半路小猫在怀里害怕地叫了一声 老爷爷赶紧停下脚步检查情况 就在这时一颗圣诞树刚好砸在地上 正是小黑猫带来的幸运救了自己一命 而那颗从树上滚落的小球刚好撞到了彩票店门口的广告牌 老爷爷走到了彩票店 买下了店里最后的一张幸运彩票 小黑猫突然伸出脑袋叫了一声 老爷爷顿时明白这就是那张价值三千万的终极大奖 就在这时刚刚搬来的那对新邻居也过来买彩票 老爷爷看着即将生宝宝的新邻居 也许此刻他们比自己更需要这份大奖 他决定将这份幸运让给年轻的下一代 可就在这时小黑猫再次叫了一声 难道还有更幸运的事情在等着老爷爷吗